我们刚讲完背面呢 所以就先来一个背面 先来盖过一个头部 头往这边转 它产生了这个褶 这里是斜方肌中间的肌腱部分 然后肌腱中间呢 有第七颈椎突出体表 我们先找背部的中线 你看它这个腰就会挺起来 腰挺起来了 你看它这个多裂肌 就更鼓突 这里是肩甲岗 我是怎么确定肩甲岗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找到肩峰 因为中间它这个线确实不太明显 然后呢 我又看到这里稍微有一点 就是窝进去的这种结构 我知道了这个地方一定是 肩甲岗拐下来的那个部分 它才会产生这个窝 所以呢 我能确定这个位置 然后又能确定这个位置 那么它中间的过程 我基本上就能够看得到了 中间的这个结构也就出来了 我是这么找到的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斜方机下来的这个趋势 下来的这个边 然后这个位置呢 就是街三角机 手臂先不去理它 根据这一侧 那跟它对称的另一侧 大概应该在这个位置就能够确定了 有的时候我们看人体啊 人体表面呢 跟那种比较规则的解剖图 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关系的 感觉对应不上的 这个时候就得靠自己去猜 只要是猜的合理就OK 因为你也不可能把人抛开看看画的至少准确 就是画看起来让人感觉啊 这样是对的就可以 就是背阔机的造型其实没那么明显啊 除非特别强壮啊 它那个肌纤维特别明显 能够看到这种放射状的条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呢 你看这一块鼓出来的是吧 这里就是这个竖脊机 下面这个柱状是多裂机 然后背阔机是覆盖在它们上面的一个薄的 像扇形的一样的肌肉 你看这个地方鼓出来又下去 它有一种像外鼓的这种感觉 鼓完了之后呢 拐进去的这一块就是 就是这个恰脊的位置 这里就是恰后上脊的位置 你看鼓盆的话 我们只要找到了这里就可以了 对这里就是腹外斜肌 腹外斜肌是包裹着整个腹部侧面的肌肉 然后向前和向后都有延伸 它是包裹着的一个感觉 对这里就是腹外斜肌肉 来说腹外斜肌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